对来说年轻小匠第一次参加比赛可能会发挥稍微不是很正常 但是后边还是及时调整 目前还是在正常环境之内 好的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比赛已经开始了 我们向大家继续介绍比赛的情况 现在是小组赛最后一场 前四场中国队都已经3比0取得了胜利 在这个A组比赛中 中国队是分别以3比0战胜了奥地利 3比0战胜了俄罗斯 3比0战胜了巴西 3比0战胜了波兰 现在是最后一场 就是对塞尔维亚 所以中国队已经基本上是小组第一名了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第二盘的比赛 在第一盘的比赛中 马龙是以3比0战胜了杰夫托维奇 杰夫托维奇的世界排名是104位 现在第二盘比赛就是王浩对卡尔波加 我们知道王浩他是参加了第6届的世界 瓶瓶瓶紧张赛 而且在前面的比赛中没有败一场 保持了全部的胜利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你觉得王浩的可贵的地方 你过去跟他打比赛也好 在队里也好 你觉得他哪个地方从技术上 到他的思想上 你觉得在哪方面比较突出 我觉得他首先从思想上 人比较放得开 比较敢拼敢打 有点这种部队的作风 敢冲敢拼敢打 然后技术上我认为他的打法 因为那时候我打球 他的打法在那时候 包括现在来说都是比较先进的 打法尤其是直板横打 他是第一个能运用的这么先进 原来最早可能刘优良总教人 也用过这个打法直板横打 但是可能那时候是使用 但是像他这种直板横打 能够进攻的这么 威胁这么大 他还是具备了一些先进的打法特点 另外我听说好像说 王浩的手腕力量比一般人大得多 对 他的身体素质也很好 你包括从现在看他的外形 这种肌肉类型 包括手腕 包括方方面面 综合的这种身体素质非常好 现在无比我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就通过这个场面 看到塞尔维亚呢 他本身现在的这位运动员呢 就是在排名在200位以后了 但是从这个场面上看 你好像感觉差不了 特别多 从比分上也是一样 你看现在打到6比6 所以现在呢 这个世界平方球的发展呢 特别是随着11分以后 就是接近 越来越接近了 它偶然性大了 所以呢 技术水平相对来说 越来越接近了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 现在高和低呢 很大的程度在于稳定性 比如像中国运动员 他的发挥 每一场基本是很稳定 但是有些运动员呢 他有的球打得非常好 有一场 可能有的球就打得比较差 出现了愈强不弱 愈弱不强的这么一个状况 这就表达了什么呢 表达了他的技术不是很稳定 整体发挥也不成了 9 7 8 9 7 所以你看到这个球的时候 你就知道 有时候我们运动员 反正我记得许欣燕是谁 前面有几个人输了一局 好像是 那谁 我 樊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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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场输了两局 两局 对 所以你看到这个场面 你就觉得很正常 偶尔输一局是非常正常的 是吧 而且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年轻队员第一次参加 他的第一次参加大赛 心态出现了 问题是很正常的 他能够最后及时调整的 能赢下比赛 第一局是11比7 刚才那是打到5比5 6比6 到后边呢 这个打比分几点拉开 这次中国平方球队是以老代新 这个老就指的是王浩 中间力量就是马龙 张继科 新的就是 后边的就是许欣 特别是樊敬东 是最年轻的选手 在女子里呢 陈梦 这个 朱语玲 这两个选手很年轻 所以说这次呢 就是三个年轻的一名人 大家看到了 这就是日本东京国立戴戴木体育馆 这个体育馆呢 它的造型实际是非常不错的 像一艘船 而且很适合乓乓球的比赛 比如说你看这个 咱们咱们这么说啊 就是说从外观上来看 嗯 应该说这些运动员都都差不多 你有时候很难说谁强谁不强 对 但你打比赛就看出来了 实际上呢我觉得 是不是欧洲选手他们这个 技术细腻度相当不够 对 像刚才其实呃 蔡老师你刚才也说了 就是说一个是因为 开11分 嗯 因为11分赛程缩短了 可能刚一上了大家 11分就完了 所以说上了大家都比较谨慎处理球 嗯 所以相对来说拉不 拉不太开比分 相对来说赛程短嘛 另外就像说的 外国人比较 就是说这个技术吧 不够细腻 就是你像 到中后局你就能看到一下比分 可能就拉开了 他们在没有想法的时候 上去拼的时候还可以 但是那一旦有想法 或者到关键时刻 他的心态出问题 他马上技术就会打折扣 所以说咱们中后队 也是这方面比较好 那平时要求人员 也是就是在你不行的时候 你能发挥出什么水平 嗯 所以说咱们的发挥稳定 啊 包括关键时刻 包括这种重大比赛 咱们的发挥还是比较稳定的 不像别人 尤其欧洲像你说的 技术比较粗啊 他的发挥起步比较大 嗯 好 喂 这个细想起来 他都是训练的结果 嗯 就是 除了这个天生的条件以外 很重要就是后天的训练 而我们呢 就是所想到的 都进行了专业的训练 比如说 一上来 就上来就是球比起来 就开始打 这种训练都有 嗯 所以运动员到这个时候 比如说比赛的过程中 突然就停电了 突然意外了 那么这些我们都有过这种 模拟式的训练 嗯 因此呢 对运动员来讲 啊 他们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很正常 他们也知道去该怎么办 3 6 另外我觉得就是中国呢 他这个 呃 基层啊 整体上的 教练水平高 从小学 中学 大学 液体下 数以千 数以万计的这个人 他们对平方球的这个基础啊 都了解比较清楚 所以他从小就能培养出一批 比较好的苗 对 7 4 比如说你现在成了国家队的教练 嗯 你说你比如像 像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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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尔维亚的这个女人 嗯 叫坎尔 叫卡尔托加 就现在这个穿红衣服的啊 嗯 你要是比如明天开始你要戴他的话 你觉得他现在需要在哪里加强呢 我觉得首先他 要从基础开始 嗯 这样说的就跟盖楼一样 你的基础不行 嗯 到一定的时候你楼就塌了 嗯 所以他现在的基本功相对来说差一点 所以说先从基础开始抓 然后在基础的情况下 根据他自身的特点和打法 可能欧洲人反手好一点 我可能会在反手当中 包括揭发球的反手 包括相手当中反手 从他这种特点上 给他加一些这种绝招的 嗯 杀伤力 然后再根据这个特点的同时 再把其他的技术加以丰富 嗯 完善 你看他这个 材力短球 你像刚才这个接的就非常好 是吧 对 刚刚蔡老师你说 你看他们的发挥 刚才上一个还摆得非常好 嗯 紧接这个就直接吃一个发球 所以说还是技术不是很稳定 不稳定 漂亮 这球打的难度非常高 带一点滑板摩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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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作为教练来讲 这个 一般的是不是这样 就是在这个 预赛这个阶段 每个运动员都上场试试 最后呢 为了在后面的关键球 我选谁上 要看他们这一段的表现 对 因为是综合考虑 一个是 根据他以往的战绩 因为他们原来 这些老力人员 参加过很多比赛 一个根据现在队里的这种 训练比赛的情况 还有一个第三个最重要的也是 根据他就像刚才你说的一样 根据这个比赛前面 然后大家都去上场 适应这种气氛 球台 包括方方面面 然后再根据最后的比赛 对手和当时的状态 包括他自己对中比赛的信心 和渴望程度 然后最后教练 再去选择让谁去上场 那这个非常重要 刚才讲到渴望程度 我记得在过去的比赛中 有多运动有一个争承说 这场我一定要上 有的运动员就跟教练说 这决赛我就不上了 对吧 其实都表现了一个欲望 这个欲望强的运动员 他说明他自信心强 这也是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 有多运动员 第二 第一 第二 第一 的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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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王浩是王立琪马林退役之后 中国队业年龄最大的 作为31岁的老将 确实在这种强度比较大的状态下 可能是在体能上有点吃不消 但是王浩毕竟他作为 中国的一个顶梁柱 会给我们后面的运动员 起到一个传帮带的酒店 特恒我一直我就比较奇怪 我说王浩这个打法出来以后 就是反手不推打 为什么现在第二个王浩 我就看不到 所以后来我就说 我就问 王浩的手腕力量大 一般人不具备这个条件 所以看来不是一个普遍的事情 好像说纸板横打发挥出来了 以后都有了 第二个第三个都来了 现在看来还来不了 你觉得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纸板首先来说 确实是难度是比较大的 包括像刚才说的纸板横打 一般人想掌握的非常熟练的话 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种天赋 因为打冰箱球它一个勤奋加一些天赋 所以说不是说这个所有的运员 或者说像说随便一个运员 它就能达到这种竞技 所以说还是这种需要这种长时间的这种训练 包括这种队员这种纸板横打这种理解 包括身体方面的包括这种脑边方面的东西 综合素要高 所以我们也希望现在在校体校里有很多的运动员 都是王浩这种打法 但是呢就没有像王浩一样能够脱颖而出 这个达到一个非常高水平的状态 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 我们这些搞科研的包括大队院校 都应该很好地去研究 能够希望这种打法 王浩这种打法总结一下 而且能够形成批量生产 最终能够不断地输送像这样的运动员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王浩也挽救了中国的纸板 否则的话呢 这种纸板的左推右工几乎好像没有市场 但是由于它这个打法的出现 使得人们呢 对纸板快工又看到了新的希望 这样王浩就以3比0战胜了卡尔波加 这也是我们预想之内的 王浩在这个前面的几届世界平凡球赛 都没有输过球 希望他能够保持这个完美的结果 这场比赛之后呢将是第三盘 就是中国选手许新 对塞尔维亚的波特 我们刷会就 是